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特首林鄭月娥今日出席電台聯播節目 有主持在節目上提問何謂假新聞 並列舉兩個例子 如本港早前一直有傳被DQ的區議員 會被追討新津 大批區議員因而辭職 但政府一直沒有澄清 林鄭回應稱自己都不知道傳聞出自何處 又稱社會上每天都有很多傳聞 你如果每天都要不斷澄清社會流傳的消息 根本什麼事都不用做了 林鄭說政府的說法一直都是區議員要宣誓 並符合法定要求 否則就會失去資格 不過她承認法例並沒有列明喪失資格後 要如何處理新津問題 但相信民政事務局一直有研究 她以立法會議員為例 說議員被DQ後 立法會也需要一段時間討論處理方案 有媒體取得2019年林鄭在一次閉門會議上的錄音 她當時表示自己令香港社會陷入混亂 是不可以原諒的 林鄭其後表示 或須就此立一條法例 今天有主持人問到有關法例是不是就是假新聞法 林鄭回應稱這個不是假新聞是不道德的行為 有關法例會對保安局局長和相關部門進行研究 另外林鄭又提到記者發牌 稱自己沒有特定的看法 但又反問記者發牌是不是嚴苛的要求呢? 她認為現時所有專業人士都要考試、發牌 如果記者有某種形式的登記或註冊 去認可記者的身份 為何會這麼不能被接受?